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我Leo又和大家玩這隻Mong Hunt 今次就想和大家講一下裝備 就是奶媽的裝備 Mong Hunt的世界中沒有分職業,即是沒有騎士、法師 不過如果硬要講職業,奶媽都可以算是Mong Hunt中其中一種重要的職業 職責就是負責幫人回血 三個主力打,一個就負責輔助 其實這個陣容打龍都很輕鬆 三個不停輸出,不需要自己寒血,只會不停地打龍 回血的一個什麼都不用做 只回血不停喝水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奶媽的裝備 我自己組裝了一套裝備,讓大家看看 頭就是鮑鱗龍的頭 頭就是data 身也是爆龍龍的data 手就是杜賓的data 腰也是爆龍龍的data 其實全套裝都是爆龍龍的data 腳我就選擇了鋼龍的腳 足夠和大家講一下 我這套裝備主要就是以爆龍龍為主 再運用其他裝備 因為爆龍龍的裝備很多都是加高耳的 很重要,因為當我們自己有無血的時候 而剛好那條龍又喊 下下可能牠就會死 但如果我們有高耳,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回血 幫牠們免除死亡的危險性 還有爆龍龍的裝備有一個好 大家看看 當體力到一定程度以上 就算受到超過體力的傷害 也都可以不會力盡一次 簡單,如果我們的血量超過了某個數值 如果一條龍一夜打過來 正路來說我們是會死的 但我們有爆龍龍的這個守護 我們就可以免除我們死亡的一次 很重要,我們作為一個奶媽 幫隊友回血 自己當然是不能死 剛剛說過,爆龍龍這套裝備有耳塞功效 所以耳塞一定要升到5級 升到盡 不過就這樣,加不爆的就有三件 所以就要插一顆防陰珠 防陰珠是需要等級3才插到 剛好爆龍龍的頭有一個是3槽位的珠位 讓我們插一顆防陰珠 做奶媽最重要當然是廣域裝 廣域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用某部份的道具的時候 同伴一樣會有同等的效果 這個一定要升到5級 因為可以把範圍去到最大 同樣有這樣的效果 即是我假設喝回復藥大 隊友也一樣可以回到回復藥的份量 所以廣域是很重要,一定要升到盡 我在護石方面就選擇了這個有愛的護石 已經將廣域化的技能升到3級 不過還未夠,還要再插兩顆珠 就在這個有愛珠,我就插了頭和身 不過大家要注意,廣域裝所吃的東西 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 雖然大部份都可以,但有些是不行的 例如秘藥和古蹈秘藥 這兩種就不能夠被廣域化 即是你只可以自己吃加你自己 隊友就沒有這個效果 但基本上,例如強酒、鬼人藥大、硬發藥大 角力種子、忍耐種子這些都可以分享到 以及解毒藥、打燒果實、冷熱飲 這些增加狀態或者取消狀態的藥都可以 尤其是當你打這條司套龍 底血只剩一半 又或者打麒麟,下一下再腫就會被他避了的時候 然後有個奶媽幫忙吃粒打燒果實 真的不錯 另一個技能就是快食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去回血或者吃其他東西的時候 速度會加快 這集Month Hunt就是我們一邊喝一邊回 就慢慢回 不像以前一樣 一喝就整條自己回光 所以這集快食是蠻重要的 作為奶媽來說 因為可能你喝慢一點 你的隊友真的已經夠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有快食的效果 那快食這裡套裝本身就沒有技能 我就是插豬 插了三顆快食豬 就令到他有這個技能的出現 回避性能 這個就是降龍腳的效能 就是回避的距離延長一點 因為回避的時候也有少少無敵的時間 所以延長距離就等於延長回避無敵的時間 這個就可以增加我們生存的能力 防禦石人 也是件衣服本身有 急速回氣這隻手本身有 但作於奶媽來說 功用就未必太大 因為正常做奶媽都未必很多時候會參與戰鬥 因為多數時間都在喝藥幫隊友回血 另外就是這個滿足感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喝或者用一些道具的時候 有一定的機率可以再次使用 就是說你剛剛用了那個不算 發動的效果就是25% 平均你帶10支藥水去 如果計算率的話 就是實質你會帶了12支左右 那就是有兩次機會率是不消耗的 這個最愛的菇類就是 平時沒辦法吃到的菇 現在你都可以吃 那這個就一人二二了 要看看你有沒有錢 你的資源足不足夠 因為你平時鬼爆炸菇這些是不可以進食的 但是當你用了這個最愛菇類 假設你升到3厘的時候 就可以進食了 那麼鬼爆炸菇這個 就是用來加攻擊力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鬼人弱大 那這個最愛菇類可以不吃 所以最愛菇類這個技能 就要看你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不需要最愛菇類的這個技能 最後就是精靈交互 發動的時候就會減少這個傷害 最高可以減少50%的傷害 所以我可以減少15% 不過發動的機率 我自己覺得也挺大 如果剛才那些豬 例如廣域豬 或者快食豬 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插住這個精靈交互 我個人就把這個精靈交互放到最後 因為正常你奶媽都不會很多時候去參與戰鬥 多數都是在吃 所以精靈交互這個也是意味不時之衰 武器方面有幾種可以選擇 第一種就是我現在穿的這個片獸刀 片獸刀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我們拿著武器的時候 都可以吃藥 例如我正在片獸的時候 看到隊友沒有血 我都可以不需要做收刀的動作 馬上可以拿藥水出來喝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救人是分了別陣的 最短的時間一定要救到隊友 如果下下還要收藏武器 那就會很煩的了 可能就是差1-2秒隊友就這樣死了 但唯一不好處就是近攻 奶媽正常都可能要比較遠一點 觀看整個戰局 如果用片獸的話就要去近戰打 自己的危險程度就會增加 想安全一點可以用腦 建議用輕腦就不要用重腦 因為重腦收武器真的太慢了 輕腦都方便一點 就這樣放在後面就可以了 還有如果用輕腦的話 可以作出支援 例如睡覺 又或者令到龍麻痺 令到再在戰士上作支援更加出色 還有一項推薦可以用敵 敵本身已經是幫隊友加不同的Buff 例如回血 加攻擊力 加防禦力 如果再配上廣域裝 那就真的非常厲害 那如果靠這些 加800-200防防或800-200攻 都不是做夢 特殊裝備那兩架 就隨你自己 我自己就拿了一個體力衣裝 另外那個就是這個治療的煙筒 體力衣裝就增加自己的生存率 而這個治療煙筒就是給自己 又或者其他隊友用的 如果不喜歡,穿這個隱形衣裝都可以,穿了就慢慢喝血,幫隊友回血 今集就來到這裡,喜歡就給我一個讚好和分享給朋友 大家網友如果都有做奶媽的話,大家在下面留言,交換一下奶媽裝備的心得 讓我們在獵人的路程上可以更加進步 不一定是奶媽,你有任何大劍、砍刀、雙刀等心得裝備都可以留言,大家一起研究 下次再跟大家聊一下如何配合裝備和運裝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